我们赶紧透过卫星云图 先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没错 昨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16号台风 西马龙台风是形成了 不过这西马龙台风 它其实往西北溪的方向走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是完全没有影响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对日本也没有影响 怎么说呢 因为它明天就会减弱 成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西马龙是一个短命台 既对台湾没影响 对日本也没有伤害 所以到底有没有台风要来台湾 事实上现在海面上你看看 也只有一个台风而已 那么大家在议论的 大家在担心的 其实是这个西马龙下面 目前距离台湾 差不多770公里海面上 目前有一个低压 这个低压接下来会进一步 增强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增强的时间差不多落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这一段时间 这个低压就有机会 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有没有机会形成台风 目前看起来 它的确有进一步增强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增强 形成台风的话 比较可能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六的晚上 上到礼拜天这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形成了 那么就是今年第17号台风 名字会叫做燕子 好了 燕子台风 它会不会飞来台湾呢 事实上现在包括美国模式 欧洲模式甚至AI模式 看法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从 这个地面天气图 熟力进一步来告诉大家 事实上如果以美国模式来看的话 假设这个燕子台风真的形成了 那美国的模式认为 它会直接飞到台湾来 这飞到台湾来的话 那就不妙了 因为它一飞来台湾 就会撞到我们的这个中央山脉 那不就自寻死路吗 所以事实上对于美国模式来说 是直扑台湾而来 对台湾的影响大不大 当然是影响最为大的 那欧洲模式来看的话 它认为这只燕子不会那么笨 它接下来是靠近台湾 朝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目前中央气象署 是比较偏欧洲的模式 但这又要看说 它到底飞多近 然后在北上 还有就是它的强度如何 如果它的强度是一个轻度台风 那么如果按照欧洲 或者是按照中央气象署 目前来看的话 顶多就是发一个海上台风警报 可是如果接下来这只燕子长大了 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那它可能就会暴风圈 比较影响到台湾的陆地 那说不定就有机会 发到陆上台风警报 不过这些都是下个礼拜的事情 那么甚至现在大家都在AI AI AI的模式 以各式各样的AI模式来看的话 那看法就更分歧的 甚至有一些AI模式认为 它是走巴士海峡 有一些AI模式也是走东部海面 那么有一些模式 甚至跟美国一样 也是直扑台湾而来 所以我们有几个模式 就让大家来看 你看这个就是欧洲的传统模式 往东部海面北上 这个是美国模式 所以是直扑台湾而来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的AI模式 其实AI模式好几套你知道吗 有些是朝着巴士海峡走 有些是更往更外面的东部外海来走 对台湾更没有影响 所以到底怎么走 事实上是不是 其实现在变数很大 后续的环境上变化也很大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会持续来为大家做观察 倒是下个礼拜 不管有没有台风要来 目前看起来天气的确又会更不稳定 以今天来说的话 东北风影响那么要提醒注意就是午后 在基隆北海岸到东半部降雨的情况 会比较明显甚至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东北风增强 北部东半部的降雨会再比今天 再更为明显一些些 那么甚至要注意就是礼拜天 外围的水气就是这个热带系统 外围的水气已经逐渐要影响台湾东北部的陆地了 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就是我们要来特别小心 还要特别观察到底热带系统是不是变成台风了 如果是台风那么靠台湾有多近 那么整个降雨的分布事实上又会大不同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礼拜的天气 北部东半部比较不稳定 那么至于下周的话 大家就要多注意这热带系统的发展了 时间再交换给众响